这个是一个海边的老渔民教我的方法 用这种方法可以让家里的炉丁鸡不下蛋也赶紧的下蛋 让你实现炉丁鸡鸡蛋自由 哈喽大家好,我是佛山二花匠 今天要拍一个特别的视频 因为我要教大家如何让家里的炉丁鸡下蛋 其实在家养炉丁鸡有两个好处 第一个就是这个炉丁鸡鸡蛋 营养特别足,给小孩吃非常的好 第二个,炉丁鸡生活的发酵床 每三个月要更换一次 而这个发酵床更换下来千万不要把它丢了 拿去养花,这个可是很好的好东西 不仅疏松透气,而且营养充足 最重要是养花特别的省事 那怎样才能让家里的炉丁鸡下蛋呢 为了这个问题,我特意去问了一个在海边养花的老渔民 结果他给我答案实在是让我很惊讶 因为他用到的是家里不要的鸡蛋壳 家里不要的鸡蛋壳 一般很多朋友都认为这个只能拿去养花 花姐姐把它丢掉 我也是这两年养鸡,养炉丁鸡的时候才发现 原来这个还能让这个炉丁鸡多下蛋 在海边的老渔民呢,他除了还会用鸡蛋壳之外呢 也会用点虾壳啊,蟹壳啊 然后呢,拌到他的鸡料里面给这个鸡吃 结果呢,他发现他家的鸡的产蛋量是明显的增加 基本上呢,可以实现每天都有鸡蛋可以减 那实现炉丁鸡蛋自由呢 就变得特别的简单 要知道呢,最近这个炉丁鸡鸡蛋呢 可是卖的挺贵的 收购价格呢,也去到一块多 甚至两块钱一个 如果是平时我们家里的鸡蛋呢 现在才几毛钱一个 所以在家没事干,弄点炉丁鸡蛋呢 也是挺有意思的 那我们怎么去弄这个东西呢 其实操作的方法很简单 首先我们需要把这个鸡蛋壳收集起来 然后把它放在太阳底下晒 然后晒得差不多之后呢 就可以把它丢到这个破碎机里面 把它彻底的彻底的搅碎 每次弄的量不用太多 几个鸡蛋那个量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盖子 我们上机器上面 把它稍微的打一下 去年呢,我在家楼顶呢 养了几只专门下蛋的母鸡 但是有一段时间呢 我就发现呢 那个鸡窝里面就剩下些鸡蛋白啊 鸡蛋黄 但鸡壳没有了 结果呢 我特意去关注了一下 我就发现呢 那个鸡壳呢 被那个母鸡给吃了 我才惊讶地发现 原来鸡原来是喜欢吃鸡蛋壳的 把它全部弄碎了之后 当然越碎越好 我们就可以拌到它的饲料里面 给鸡吃了 接下来往这个鸡蛋壳里面 加入一定量这个玉米粒 玉米粒是在集市上面买的 几块钱 两块钱一斤 最后是一些小鸡的饲料 也往里面加一点 最后上机器 再次把它打磨 把它弄成这样子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把它放进去 然后呢 往里面加入一点点的米粗 米粗的作用其实很简单 增加这个饲料的粘性 这样子一点点半勺左右的量就可以了 最后把它彻底的搅拌均匀 就可以拿去喂鸡了 用了这种饲料之后呢 我是发现我家的炉丁鸡呢 开始明显的下蛋增加了 尤其是一些比较小一点的母鸡 最近也开始下蛋了 所以呢 如果您在家您的鸡不下蛋 尤其是炉丁鸡 那么您不妨试试 试一下我这个海边的老渔民介绍的方法 当然呢 除了鸡蛋壳之外呢 虾壳 蟹壳 这个东西呢 都是可以拿来使用的 而且效果也真的不错 不妨去弄一下 从这个月开始呢 我家的小孩呢 已经实现了炉丁鸡鸡蛋自有了 这么一个鸡蛋 他每天都可以吃一个 只要在家养上几只炉丁鸡 那么我们就可以天天吃这个东西 好了 今天简单介绍这里 我是佛山二花匠 感谢大家 拜拜